欢迎收看本期的视频 我是钟文泽 经过了几天时间的使用 今天的视频里 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小米旗舰中的旗舰 小米11 Ultra 大家第一次看见小米11 Ultra 这个设计是什么感觉 我的第一反应是 这不像是一款手机 很奇怪 但是又不难看 如果再和小米11放在一起对比 哇 惊为天人 Ultra整个镜头模组异常硕大 凸起的非常夸张 可以说给阿基密德就能翘起整个地球 整块后盖由陶瓷烧制而成 不像是玻璃那种透亮 陶瓷就是温暖混沌 质感要比玻璃好处太多 但弱点是不如玻璃耐衰 而且比玻璃沉 我手中这款在白陶瓷的基础上 还加入了大理石纹理 多了一种岁月幽幽的质感 主观的说 小米11 Ultra的设计是一种很奇怪的和谐 是那种走在街上识别度非常高的手机 我愿意拿出去 不揣兜 举着走 陶瓷质感 背后是重量更重 加之庞大的镜头模组 这款手机达到了234克 小拇指心里苦 但是小拇指不说 厚度立功了 Ultra的厚度只有8.38毫米 比S21 Ultra握持舒适很多 哪怕是配合小米官方的皮质手机壳 带上之后重量怒破半斤 但是拿在手里 也并没有感觉到很笨拙 今年小米官方皮质手机壳的质量明显更高了 没有刺鼻的味道 去年小米10至尊那个官方壳 好家伙 打开盒子一瞬间 差点没把我带走 Ultra依然配备了一块顶级屏幕 2K分辨率和120Hz支持 同时打开 顶级的细腻 与顶级的顺滑 很奇怪 Ultra居然没支持原材显示 红米K40 Pro上都有 Ultra上却没出现 我横竖睡不着 仔细看了半天 才从字缝里看出四个字 虽然没有支持原材显示 但小米11Ultra支持了杜比世界 能观看色彩更丰富 动态范围更高的杜比世界格式的电视和视频了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这是第一支支持杜比世界的安卓手机 目前手机中只有小米11Ultra 小米11Pro和iPhone X iPhone XS系列 iPhone 11系列和iPhone 12系列 这几款手机支持这个功能 这个功能因为需要给杜比充值成本更高 所以用的厂商很少 和之前小米勒紧裤腰带 解约成本的形象 形成反差 能够看出小米做高端的决心了 这块屏幕经过专业颜色校准 号称可以比肩苹果 就如果你希望你的小米显示色彩 更接近于iPhone的话 那么在显示中 然后我们打开色彩风格 你可以在这里选择原色 大家看一下这三张照片 能否看出三星的这个 明显要比小米和iPhone的更加艳丽 然后比如说莫后华 这道菜呢是叫将菊赌人 这个是赌人 这个是杏鲍菇 能否看出三星的这个明显要更艳丽 艳丽一点确实会更讨好眼球一点 但是它不真实 相比之下小米和iPhone的观感接近 我们再往下看 你看三星这个明显很艳丽 如果你希望它更接近于iPhone 那么记得在刚才的这个设置中选择原色 如果你更希望贴近三星 那么选择鲜艳 那么它的这个显示风格 就会更贴近三星 而且我现在看比三星这个海艳啊 不过我也跟身边的人在聊 发现很多即使是非常了解数码的同学 哪怕他们知道原色更精准 他们也更愿意使用鲜艳 因为习惯的鲜艳觉得原色呢 反而比较黄 这一点 大家根据自己的使用习惯来 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Ultra祭出了小米史上最强影像系统 一枚超大传感器主镜头 一枚大传感器超广角 以及一枚大传感器的5倍光学变焦 这三个硕大的传感器 也让整个镜头隆起 实际上手倒不会觉得头重脚轻 但是食指像我们的青春一样 有一些无处安放 当我说主镜头传感器超大的时候 就意味着它采用了小米和三星联合研发的GN2 尺寸达到了夸张的1比1.12英寸 面积是iPhone12 Pro主传感器的5倍 甚至能够比肩卡片相机的王者 索尼黑卡 能够带来出色的暗光细节 比如说这张来自1400多年前 唐代汉白玉思维菩萨 大家看光线处理和质感 很难相信这是一款手机所拍摄的 再看距今2700多年的商朝潘赤文古作 每一处细节都清晰还原 从样张对比来看 小米11Ultra的画质是目前的顶级水准 和苹果 三星 华为 基本上都是神仙打架 有胜有负 需要仔细对比 才能够看出细微差距 另外一个重点 色彩 从使用体验来看 这次的色彩要更偏近于iPhone那种 更接近人眼实际观感的色彩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小米11Ultra 它的色彩风格 这次人像模式的虚化算法再次提升 大家看一下这张来自公元前11世纪的 一支西周的小兔鸡酒杯 看这个兔子耳朵背后的虚化 再看这个酒杯的杯盖 虚化效果强不强 那揭晓答案 这压根就不是人像模式 这就是主镜头直接怼着生拍 因为这枚传感器实在是太大了 直接产生了背景虚化的效果 再看这张来自春秋的龙纹顶 背景直接拍摄出的光斑可还行 超大传感器带来了另一个优势 就是在拍摄人像的时候 你只要稍微距离近一点 就直接自带虚化效果 而这一次Ultra恰恰又增加了一块负屏 有一个负屏预览 如果把它点开 就是主镜头所拍摄的画面 就会出现在右侧的这个复屏预览框中 我现在来给大家试一个自拍 而且大家注意一个细节 我先拍摄 看到了吗 就是在我按一下这个快门键的时候 因为我按音量键会产生机身的震动 所以实际上如果你采用这种模式进行自拍的话 按下去它会有一个倒计时两秒 可以看一下这个画面 这个毛衣裳的细节 即使是最艰难的抠图的头发 也可以完美的识别 因为这就是一个光学的虚化效果 而且我悄悄告诉大家 后置镜头也可以美颜呢 对于超广角 对比目前最强的iPhone 12 Pro超广角视频拍摄 小米和苹果在超广角趋境范围上几乎相同 这一点很赞 要比大部分安卓手机的视频范围更广 收录讯息更多 防抖效果相当出色 在个别场景中 最开始苹果会出现偏绿的情况 褪色是绿色玻璃 使得手机判断出现了问题 转弯之后 苹果颜色恢复精准 而小米则出现了地面偏绿的情况 画面细节上iPhone依然更强 地面和墙体纹理都还原的更好 但是可以表扬一下小米 这个超广角已经非常出色了 拍照对比实测 小米超广角范围最广 收录讯息更多 暗光下色彩稳定性和画质 大家直接看这一组对比样张 表现非常稳定 五倍长焦 依然是通过大传感器 裁切获得十倍 乃至120倍变焦效果 对比华为三星 十倍光学变焦 看这张商朝的三牛手尊 小米颜色更接近真实 华为明显是经过AI算法润色 青铜器更绿 对比度更高 但肉眼看到的 真的就是小米这个样子 对于颜色偏好 大家自己选择就好 绝对画质的话 十倍光变的三星和华为 还是要略胜一筹的 不过注意是略胜 对于普通用户 其实很难分辨出差别 好了 我现在左手的是华为的 Mate 40保时捷板 右手的是小米11 Ultra 我们现在来测试一下两款手机在30倍左右的它们防抖以及拍照的效果好不好 从现在来看两款手机的防抖效果都非常的好 但是这里我们要注意华为它是十倍光变 所以它在做这个防抖的时候理论上来说就更难 就拍摄大裤脚这个尖好不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两款手机 大家看华为在超过20倍的位置的时候它有一个锁定的效果能感受到吗 同样一个场景我们现在来测试一下小米11 Ultra和三星S21 Ultra 现在我感觉三星要比小米更稳定一些 三星今年它不是新推出的一个类似于锁定防抖的效果吗 这三款在10倍以及20倍30倍的表现非常非常接近了 真的是神仙打架 这一轮就是小米胜利了 为什么 因为华为和三星只能拍10倍 而小米除了10倍它本身还能拍5倍 视频方面三面镜头都能拍摄8K视频 其中主镜头能够拍摄一秒钟1920张的全高清视频画面 实现超慢动作效果演示 可玩性还是很高的 小米11 Ultra的三镜头组合应该是极其强悍 同时有非常实用度组合 没有战术镜头 个个能打 这次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功能 叫做多摄同路 什么意思 现在我们打开照相 然后选择更多 这个时候滑到最下有一个多摄同开 你选择这个按钮 它就有一个多机连路 然后我们选连接 如果熟悉我的同学应该对这样一个场景很熟悉 对吧 就是我平时开箱的那样一个画面 这样的一个多机连路所带来的一个好处就是 你不再需要特定的角度 你想让这两个手机处在哪个角度拍摄 它们就可以处在哪个角度拍摄 你想让它们可以拥有多近多远的距离 都是可以通过手动来实时调整的 你也可以把这个画面来进行不同的分屏 大家能看到吧 我再仔细说一下这块复评 除了可以做后置镜头自拍之外 这就是一个小米手环 手机屏幕朝下扣桌子上的时候 双击屏幕能显示时间 日期和剩余电量 可以自由定制文字或者图案 也可以提示新消息 接打电话 播放音乐的时候 可以显示小窗操作 未来通过OTA升级 还能够获得什么久坐提醒啊 这些功能 当然这些功能如果细究的话 在产品逻辑上是有一些矛盾的 比如大多数人把手机扣着放 它不就是为了不弹出消息吗 比如要操控音乐播放 为什么不在正面这个更大的屏幕上去操控呢 但是必须承认 哪怕其他的用处都不大 但是这一个后置自拍预览 就已经值回票价 而且如果没有这个副屏 颜值上可能没有现在这么对称好看 所以这个部分大家就把它理解为 手机加小米手环套餐就好了 说到自拍 我也把小米11Ultro的自拍 和其他几款旗舰分别进行了对比 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顺光环境下和逆光环境下 两种不同的情况下 哪一张更自然 哪一张更好看 据说还有一个荒野求生模式 如果你伸出险境孤身射险 那么可以只开启复屏作为手机屏幕 其他所有功能都关闭 在这种情况下 手机可以持续续航22天 朋友们 小米也开始上价值了 你买到的不是一款手机 而是对生命的坚持与渴望 小米11Ultra采用全新归附级电池 5000mAh大电池塞进更轻薄的机身 没错 小米11Ultra其实要比小米11Pro更薄 这次小米在有线充电上有所收敛放弃了120瓦充电 O系有伤不是65瓦吗 H系和V系有伤不是66瓦吗 来个67瓦 哎 气不气 实际测试 30分钟充出电量92% 小米不争馒头最争气的 是推出了67瓦无线充电 需要使用全新推出的无线充电器 这个充电器造型独特 小米官方描述是传翻 我感觉更像是一个奖杯 很荣幸能够获得奥斯卡最佳男主的奖项 当你把Ultra放在上面充电的时候 充电器就像打了鸡血一样开启风扇 因为要散发大量的热 所以噪音也很大 可以在设置中调低低档风速 当然了对应着充电速度也会更慢 实际测试 无线充电最高温度42度 无线充电30分钟 能够充入86%的电量 这可是无线充电啊 同学们 几乎和67瓦有线速度相同 以前大家都说 无线充电方便是真方便 就是速度太慢 但是现在67瓦有线 80瓦无线和5V一安 我们都有着光明的未来 这次小米还加入了一个充电优化 自动检测充电亮屏时的应用 如果你留在网页 看微博 发微信 这些应用 即使是亮屏 手机依然能够实现全速充电 而不是降低功率 三星唯唯一笑 谢谢 有被针对到 性能方面 可以说厨子没变 还是小龙888那一套 但是相比于小米11 这次厨房和厨具升级 增加三态立体散热 同时进行更严格的温度监控 实测原神极限画质60帧 温度与小米11相比 从之前20分钟机身突破50摄氏度 甚至也发过热警告 手指接触手机的部分出现微微的烤肉焦香 到现在小米11Ultra 20分钟最高温度在46度左右 下降了4到5度 相应的 帧率也有所下调 从之前稳定在58到60帧 到现在变成了50到60帧之间波动 有取有舍 达到新的平衡 视频进入尾声 我也想做一个最后的极限测试 用小米11Ultra 对比索尼黑卡 真正一英寸的相机 主镜头表现上 无论是直出色彩 还是动态范围 小米都已经更好了 长焦端 黑卡的虚化 在拍照和视频上都更好看 小米超广角 能拍得更广 长焦能拍得更远 这两项 黑卡心有余而力不足 但问题来了 对于现在正在观看视频的你来说 你日常使用2470 黄金焦段更多 还是超广角和5倍10倍长焦更多呢 你是更习惯拍出来直接发微博朋友圈 还是更有耐心的导出精修每一张图片呢 在我看来 手机超越相机的不是画质 而是对于更多数人拍照的理解 集中力量去提升大部分人的需求体验 简单 快速 好看 除了以上功能 Ultra拥有X轴震动马达 比小米11系列还出色的双安生器 这次也破天荒地支持了IP68级别的防水 小米在海报官宣的时候 给出了安卓机皇四个字 使用了这么多款小米旗舰 对于小米的堆料能力 我从不怀疑 但是如果说安卓机皇 过往似乎很难第一个想到小米 核心原因就在于设计 此前的小米手机大多数时间都在追求功能性 如果一个环节没有功能性 那在这款机器上的地位就会被弱化 进而降低成本 提升性价比 但是在Ultra上 是少有的在保留硬件堆料的前提下 同时兼顾了手感和美观 在陶瓷四曲面 更薄的机身厚度之间 Ultra诞生 我不知道这是否能够满足挑剔用户的标准 是否会被大众认可为安卓机皇 但在我看来 曾经在Mix手机上出现 而之后又随之消失的特质 这一次在小米旗舰上重新回归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我是钟文泽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